张爱玲 小团圆 10 过了年大雪堵住了路不能走 好容易路通了 一大早坐住山轿上路 积雪的山坡后的蓝天蓝的那样 仿佛探守到那斜坡背后一掏一定掏得出一块 玉先生这次专检小路落荒而走 不知道是不是怕有人认识久利 一出上海就乘货车 大家坐在行李上 没有车门 门口敞住 一路上硕风呜呜吹进来 把头发吹成一块灰柄 他用手梳扒住 瑟德手都插不进去 但是天气实在好 江南的田野还是美 冬天消枢的树 也还有些碧绿的菜棋 加住一弯晾蓝水塘 车声隆隆 在那长方形的缺口里景色迅速变幻 像个山水画折子呼辣呼辣扯开来 在小站上上来一个军官 先有人搬上一张腾堂椅让他坐 跟上来一个年轻的女人 替他盖上车毯 蹲坐在他脚边 拨脚炉里的灰 他相当高大 穿着翠蓝布窄袖照袍 白净俏丽 稚气的突出的鹅 两鬓疏的虚隆隆的 头发长 烫过像是他买来的女人 两人倒是一对 军官三十来岁 瘦骨脸 逃须了的黄眼珠 疲倦的微笑 他偶尔说话 他从来不打理 成了一截子航船 路过一个小城 在县党部借宿他不懂 难道党部也像私院一样 招待过往行人 去探望被通缉的人 住在国民党党部也有点滑稽 想必玉先生自有道理 他也不去问他 唐屋上手墙上交叉住纸湖的小国旗 青天白日满地红用玫瑰红 娇艳异常 因为当地只有这种包年赏的红纸 威婉先投诉 他从楼窗口看见石库门天井里一脚斜阳 一个豆腐担子挑进来 里面出来了一个年轻的职员 穿长袍 手里拿住个小秤 掀开豆腐上盖的布 秤起豆腐来 一副当家过日子的样子 他乡 他的乡土也是一箱 越走越暖和 这次投诉在一家人家 住屋是个大鸟笼 里面一个桶间 足有两三层楼高 圆顶 望上去全是竹竿搭的 不知道有没有木材 看住头晕 上面盖住卢席 这是中国 还是非洲 至少也是婆罗洲 棕色的半黑暗中 房间大的望不见边 远处靠墙 另有腹铺板 有人睡在上面 威嗽 改成独轮车 他这辆走在前面 旷野里整天 只有他与一个同盆式的太阳 脸对脸 晒他了皮 考古也磨破了 独轮车又上山 狭窄的小镜下临清晰 傍山的一面许多担子的大石头 像连台本系的布景 玉先生的姑父住住这小城里数一数二的一幢房子 院子里有假山石 金鱼池 外面却是意大利风的深粉红色墙壁 粉墙又有一段刷白粉黑云 冲大理石这独假大理石墙 上缘挖成各座中型 两旁一边卷起各浪头 恶俗德可笑中国就是这样出人意外 有时候又有非常真意的东西 不当装饰 他和知庸在这城里散步 在人家靓衣竹竿下钻过去 看见一幅印花布就背面挂在那里 白的青色团花 是耶稣与十二门图像 笔制古朴的国画 圈在各微方的圆圈里 像康熙瓷平肚子上的图案 他疑心这还是清初的天主教士的影响 正是出青花瓷的时代 他差点跑去问这家人家买下来 他跟笔笔在一起养成了游客心理 旅馆里供给的双凉方头细草拖鞋也有古意 房门外楼梯口在墙角钉柱个木板搭的小神心 供柱个神道的牌位 插住两只箱 街上大榕树干上有个洞 洞里也嵌住同样的小神龛 这一天出去散步之前 他在涂他的桃色唇膏 知庸在旁边等住 冲道不要查了好不好 他没说怕引人注意 但是他带他到书店去 两人站住翻书 也还是随口低声弹住 尽管他心里有点借据 又有一次他在旅馆房间里高谈阔论 隔住板壁忽然听见两个男子好奇的说 隔壁是什么人 听口音是外路人 有点神秘感似的 没说下去 九丽突然紧张起来 知庸也寄然了 其实编后这些时他一文进账也没有 但是当初如果跟住他跑了会闯祸的 他现在知道 他总是那样若无其事 他又不肯露出句色来 跟他在一起又免不了要发议论 总之不行 即使没有新巧遇这个人 当然玉先生早就提起过 他附近从前有个姨太太 附近顾后他很能干 在乡下办过残桑学校 大家称他新先生 他就是这小城的人 所以由他送了知庸来 一男一女 他又是本地人 路上不会引起疑心 九丽听了心里一动 想到 来了 但是还是不信 刚到那天 他跟朱玉先生走进他一副家 这间昏暗的大房间 人很多 但是随即看见一个淡白的 静静窥似的脸 很俊秀 一棒住一个女眷坐在一边 中等身材 朴素的旗袍上穿见深色绒线衫 没烫头发 大概总有三十几岁 但是看上去年轻得多 他一看见就猜住是巧遇 也就明白了 知庸也走来点头招呼 打了个转身又出去了 他算是认识他 一个王太太 他听见他在隔壁房间里 说话的声音 很刺激的笑声 他知道是因为他臃肿的蓝布棉袍 晒塌了皮的红红的鼻子 使他在巧遇面前丢脸 其实当然并没有这样想 只是听到那刺耳的笑声的时候震了一阵 心恶知 随即把这印象压了下去 抛在脑后 你这次来看我 我真是感激的 单独见面的时候 他郑重的说 随又微笑道 新先生这次真是千里送京娘一样的送了我来 天冷 坐黄包车走长路非常冷 他把一只烤火的篮子放在脚底下 把衣服烧了个洞 我真不过意 他笑住说没关系 久利笑道 这样烧出来的洞有时候很好看 像月晕一样 他在火盆上把身轻凝稠裤脚烧了个洞 隐隐的彩虹式的一圈圈月滑 中央焦黄 一戳就破 露出思眠来 正是白色的月亮 知庸听了神网 笑道 哎 其实洞上可以绣朵花 他显然以为他能欣赏这故事的情调 就是接受了 他是写东西的 就该这样 想当了矿工就该得黑肺症 他不怪他在危难中抓住一切抓得住的 但是在顺境中也已经这样 也许还更甚 这一念根本不能想 只觉得心往下沉 又有点感到滑稽 当地只有一家客栈 要明天才有房间空出来 久力不想打搅玉先生亲戚家里 玉先生便也说在新先生母亲家住一夜吧 巧玉小时候他母亲把他卖给玉家做丫头 他母亲住住一间小瓦屋 虽然是大杂院兴致 院子里空屋多 很幽静 知庸送久力去 区区折折穿过许多院落 都没什么人 又有树木 这间房狭长 屋脚一张小木床 挂住蚊帐 旁边一张两层小桌子 收拾得很前进 小灰砖气得地 日久坑洼不平 一只桌腿底下需要垫砖头 另一端有个白泥灶 久力笑道 这里好 到了这里呼吸也自由些 玉先生的遗父很官派 瘦小 细细地两撇八字须 虽然客气 有时候露出凌厉的眼神 知庸怎么能在他们家长住 也没个明目 他后来问玉先生 没关系的 玉先生淡淡地说 有点冷然 别过头去不看住他 巧玉的母亲是个笑呵呵的短脸小老太婆 煮饭的时候把鸡蛋打在个碟子里 搁在圆底大饭锅里的架子上 临近木头锅盖 饭煮好了 鸡蛋也已经蒸扁了 粘在碟子上 蛋白味道像橡皮 次日之庸来接他 他告诉他 他也说 哎 我跟他说了好几次了 他非要这样做 说此地都是这样 中国菜这样出名 这也不是穷乡僻壤 倒已经有人不知道煎蛋炒蛋握鸡蛋 他觉得害人听闻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以为巧遇与他不过是彼此有心 其实路上倒有机会 也这样朦胧地意识到 也不想想他们一个是亡命者 一个是不负年轻的富人 都需要抓住好时光 到了这里也可以在他母亲这里相会 久利自己就睡在那张床上 刚看见那小屋的时候 也心里一动 但是就没往下想 也是下意识地拒绝正视这局面 太糟躲躲 一锅粥 他现在告诉他 住在那日本人家的主妇 也跟他发生关系了 他本来知道日本女人风流 不比中国家庭主妇 而且日本人现在末日感的厉害 他当然处境比他们还更危险 这种露水姻缘他不介意 甚至于有点觉得他替他扩展了地平线 他也许也这样想 尽管他从来不问他 也不鼓励他告诉他 他带巧遇到旅馆里来了一趟 久利对他像对任何人一样 矫枉过正的极力敷衍 实在想不出话来说 因笑道 他真好看 我来画他 找出铅笔与纸来 知庸十分高兴 巧遇始终不开口 画了半天 只画了一只微笑的眼睛 双眼皮 在睫毛的阴影里 知庸接过来看 因为只有一只眼睛 有点摸不住头脑 只肃然轻声赞好 久利自己看住 呼道 不知道怎么 这眼睛倒有点像你 他眼睛比他小 但是因为缺少面部轮廓 与其他的五官作比例 看不出大小来 知庸把脸一沉 割下不看了 久利也没画下去 他再略做了做 便先走了 谈到鱼课前 他说他气质坏 他的文章是下过一番功夫的 所以不大看得出来 又道 良心坏 写东西也会变坏的 久利知道是说他一毛不拔 只当听不出来 指桑骂槐 像乡下女人的诅咒 在他正面的面貌里探头探脑的泼妇终于出现了 吓不到他 自从失落的一年以来 早就写的既少又极坏 这两年不过翻译就住 房间里窒息起来的时候 唯有出去走走 他穿住乌眉色窄袖棉袍 袖口开插处盯住一颗青笔色大核桃鸟 他说像五件的衣装 太触目 但是他没为这次旅行特畏做衣服 除了那件代替东大衣的蓝布棉袍 不但难看 也太热不能穿了 别人看住不知道怎么想这女人很时髦 这男人呢 看看又不像 他在街上说 又苦笑道 连走路的样子都要改掉 说话的生气 他知道销声匿迹的困难 在他尤其痛苦 因为他的风度是刻意培养出来的 但是他觉得他外表并没改变 一件老羊皮袍子穿住也很相宜 有一次在路上 我试过挑担子 他有点不好意思的说很难 哦 不会挑的人真的很麻烦 他也注意到挑夫的小跑步 一颠一颠 必须颠在街骨眼上 城外菜花正开住 最鲜明的正黄色 直伸展到天边 因为地势扁平 望过去并不很广阔 而是一条黄带子 没有尽头 晴天 相形之下 天色也给逼成了极淡的浅蓝 他对色彩无厌的欲望 这才满足了 比香港满山的杜鹃花 映住碧蓝的海还要广大 也更照眼明 连偶然飘来的氛围都不难闻 不然还当是狂想 走住看住 惊笑住 九丽终于微笑道 你决定怎么样 要是不能放弃小康小姐 我可以走开 巧遇是他的保护色 又是他现在唯一的一点安慰 所以根本不提他 他显然很感到意外 略顿了顿便微笑道 好的牙齿为什么要拔掉 要选择就是不好 为什么要选择就是不好 他听了半天听不懂 觉得不是诡辩 是疯人的逻辑 次日他带了本左船来跟他一块看 阴又笑道 齐桓公做公子的时候 出了点事逃走 叫他的未婚妻等他二十五年 他说 等你二十五年 我也老了 不如就说永远等你吧 他仿佛预期他会说什么 他微笑住没做生 等不等不在他 他说过四年 四年过了一半 一定反而渺茫起来了 在小城里就像住在时钟里 滴答声特别响 觉得时间在过去 而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他临走那天 他没等他说出来 便微笑道 不要问我了好不好 他也就微笑住没再问他 他竟会不知道他已经答复了他 直到回去了两三星期后才回过未来 等有一天他能出头露面了 等他回来三美团圆 有句英文谚语 灵魂过了帖 他这才知道是说什么 一直因为没尝过那滋味 甚至于不确定做何解释 也许应当一座铁进入了灵魂 是说灵魂坚强起来了 还有灵魂的黑夜 这些套语忽然都震心起来 那痛苦像火车一样轰隆轰隆 一天到晚开住 日夜之间没有一点空隙 一醒过来他就在枕边 是只手表 走了一夜 在马路上偶然听见店家播送的惊喜 唱嘘声的中周音非常像知庸 他立刻眼睛里汪住眼泪 在饭桌上他响起知庸寄人篱下 坐在主人家的大圆桌面上 青菜吃到嘴里像湿抹布 脆的东西又像纸 咽不下去 他梦见站在从前楼梯口的一只珠漆小厨前 厨面上有一大道裂纹 因为太破旧 梅从北边带来 在面包上抹叶酱 预备带给知庸 他躲在隔壁一座空屋里 他没当住处地哭 但是处地当然也知道 这一天见他又茫茫的把一份碗筷收了去 免得看见一碗饭没动 便笑道 你这样时少是烦 无奇不久已 酒力把碗碟送到厨房里回来 坐了下来笑道 邵之庸爱上了小康小姐 现在又有了这新先生 我又从来没问过他要不要用钱 先生我又从来没问过他要不要用钱 为了点钱痛苦的这样 处地便道 还了他好了 二婶就要回来了 我要还二婶的钱 也不一定要现在还二婶 酒力不作声 他需要现在就还他 这话无法出口 像是赌气 但是不说 处地一定以为他是要承住 有这笔钱在手里还二婶 他就这样没志气 这钱以后就赚不回来了 但是酒力早年比他三姑困苦 看是不那么容易 漠然了一会 处地轻声笑道 他也是太烂了 处地有一次讲起那些老话 道 我们圣家本来是北边乡下穷读书人家 又垮又淤 他们便家是江门 老爹爹告老回家了 还像带兵一样 天不亮就起来 谁没起来 老爹爹一脚踢开房门 骂住脏话 你外婆那时候做媳妇都是这样 顿了一顿 若有所思 又道 竹家人坏 酒力知道他尤其是指大爷与续哥哥父子俩 也都是他喜欢的人 他帮大爷虽然是为了他儿子 对他本人也有好感 又有一次他说酒力 你坏 虽然不是听其辞若有汗烟 其实乃身喜之 也有几分佩服 见酒力这时候痛苦起来 虽然他自己也是过来人 不免失望 到底还是个平凡的女人 没有一个男人值得这样 他只冷冷的轻声说了这么一声 酒力曾经向他笑住说 我不知道怎么 喜欢起来简直是狂喜 难受起来倒不大觉得 默默的 楚地也笑 认为稀罕 他是最不多愁善感的人 抵抗力很强 事实是只有他母亲与之庸给他受过罪 那时候想死给他母亲看 你这才知道了吧 对于之庸 自杀的念头也在那里 不过没让他露面 因为自己也知道太笨了 之庸能说服自己相信随便什么 他死了 他自有一番解释 认为也很好 就又一团祥和之气起来 但是他仍旧写长信给他 告诉他他多痛苦 现在轮到他不正是现实了 简直不懂他说些什么 也不知道是装作不懂 但是也写长信来百般辟解 每一封都是厚厚的一大碟 也不怕邮局疑心了 他就靠吃美军罐头的大厅西柚汁 比橙汁酸淡 不嫌甜腻 两个月吃下来 有一天在街上看见橱窗里 一个苍老的兽女人迎面走来 不认识了 吓了一跳 多年后在报上看见大陆积民的事 妇女月经停止 她也有几个月没有 玉先生来了 在那小城里有过一番虚惊 他含糊的告诉他 是因为接连收到那些偿信 所以又搬回乡下去了 谈了一会 他皱眉笑道 他要把小康接来 这怎么行 他一口外乡话 在乡下太引人注意了 一定要我去接他来 玉先生是真急了 有点负担不起了 当然希望九丽拿出钱来 玉先生发现只有提起小康小姐能刺激他 他只微笑听住 想道 接他会去吗 不大能想象 团员的时候还没到 这是接他去过地下生活 九丽聪道 他对女人不大实际 他总觉得他如果真跟小康小姐发生了关系 不会把他这样理想化 玉先生正了一正道 很实际的哦 轮到九丽正了正 两人都没往下说 至少临别的时候有过 当然了 按照三美团圆的公式 这是必须的 作为信物 不然在海市山盟也没用 他也甚至于都没怪自己怎么这模糊涂 会早没想到 唯一的感觉是一条路走到了尽头 见事情结束了 因为现在知道小康小姐会等住他 并不是他笃信一夫一妻制 只晓得他受不了 他只听信痛苦的语言 他的香音 巧遇过境 秀南陪助他来了 也许因为九丽没问他有几天耽搁 显然不预备留他住 秀南只说过一会就来接他 现在当然知道了巧遇千里送经娘路上已经成起好事 但是见了面也都没想起这些 泡了杯茶笑助端了来 便去帮助楚地做饭 楚地轻声道 要不要添两样菜 算了 不然还当我们过得很好 在饭桌上看见巧遇时不下咽的样子 他从心底里厌烦出来 桌上只有楚地讲两句普通的绘画 久力偶尔搭讪两句 他没问起之拥 也不想知道他们为什么需要暂时拆档 当然他现在回到玉家了 但是他们也多少是过了明路的了 饭后秀南就来接了巧遇去了 楚地低声笑道 他倒是跟少知庸非常配 久力笑道 哎 毫不介意 他早已不写长信了 只隔些时写张机械信的便条 知庸以为他没事了 又来信道 昨天巧遇睡了五觉之后来看我 脸上有衰老 我更爱他了 有一次夜里同睡 他醒来发现胸前的钮扣都解开了 说 能有五年在一起 就死也甘心了 我的毛病是永远沾沾自喜 有点什么就要告诉你 但是我觉得他其实也非常好 你也要妒忌妒忌他才好 不过你真要是妒忌起来 我又吃不消了 他有情书错头之感 又好气又好笑 地链 好笑 我带来 也不猭 最有 夜 先弄